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看看我现在在哪儿,是不是非常的震撼 我的世界为什么满是现代建筑 而且这楼比云层还高 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MOD 它的名字叫做《失落的城市》 描绘的是经历末日后的人类文明 双载MOD后,我们需要在创建世界时 选择失落城市的地形 它排在自定义的后面 该MOD共描绘了16种不同的末日世界 首先来看看这末日的 进入游戏后可以发现 世界已经变成了现代建筑风格 除了一些常见的楼房外 还有水泥地,磁砖公园等等 只不过偶尔会有这种被炸毁的建筑 刚来这个世界遭受过严重的炮击 有意思的是 这个世界有自然生成的地铁 而且这个地铁是无限的 入境很多站点 甚至还能通向海底隧道 确保你能通往下一座城市 这里还有无限且笔直的高速公路 经过海域时会变成跨海大桥 适合喜欢飙车的同学 我这就上高速给大家展示 如果觉得不够刺激 可以重新自定义 生成这个高楼事件 就是我开头所在的事件 这里的建筑是真正的摩天大楼 但是相对的会消耗更多资源 扎电脑慎用 可以看到不同的土地 生成的建筑也是不同的 再来看看这个末日结局 人类被迫居住在了浮空的玻璃球中 每个球都是一座城市 通过管道相连 也许是因为外面的空气 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吧 这样的末日世界 细思极恐了 还有一个与管道世界相似的 人类还是被迫居住在玻璃球内 但我觉得它跟上一种防护罩 防护罩外面的世界 真的像是末日一般 也许是被陨石砸的吧 感受不到生命的存在 这个mod还非常适合 用来演一些小剧场什么的 像这个世界生成 就是有灯光的 这样的mc别有一番氛围 好的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十几种不同的末日 等待你去发掘 感兴趣的可以下载来试试 我是酷子 我们下期再见